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非常實用的一個小工具 那之前阿達拍過一個影片就是 讓iPhone跟電腦不用透過連接線 就可以直接傳輸檔案 我自己現在目前主要也是用那個功能 但是因為它設定上有一些 Mega 譬如說你的電腦一定要設固定IP 有些人經常在手機段那邊會連不上 那之前阿達也分享過另外一套 LaneDraw 那有的人可以用有的人 還是會說有問題 那今天為大家分享一套 比之前我分享過這幾個方法 都還要簡單易用 而且幾乎零設定 你只要會裝軟體就能用的一個 免費開源工具 它叫做Local Set 不管你是桌機 筆電 Enjoy 還是iPhone 只要大家都裝這個軟體 你在同一個區網 或者說同一個分享器底下 都可以互相傳檔案 其實原理跟L-Zor還是有點像的 它只要用軟體 就可以直接互丟互傳 那怎麼使用呢 首先呢開啟Local Set的官網 進來之後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主畫面呢 有Enjoy 4G 甚至也有App Store 以電腦端來說 我們這邊只能選這個Microsoft 點下去 這邊呢 軟體4G裡面就有這個Local Set 那我們就直接安裝 這樣就安裝了 那接下來我們點選開始 那這邊呢它會問你 防火牆要不要給它使用 那我們就給它允許存取 這樣子這台電腦端的就已經設定完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從開App Store 去下載這個軟體 然後一樣我們搜尋Local Set 找到之後我們就直接下載 這邊呢一樣問你是否允許 那我們一樣是允許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我這一台它都有取字眼名字 電腦也有它字眼名字 如果你覺得這個名字 覺得很奇怪 你不懂的話 那也可以自己修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只要在同一個網域下 正常來講 它就會顯示我們這個網域裡面 所有裝Local Set的一個裝置 像這台裝置 這是我們自己的手機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台電腦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看不懂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設置這裡 去做修改名字 它這邊就可以去改名字 有沒有看到一個別名 你可以把它自己改成自己要的名字 譬如說你就取PC啊 還是你自己的小名啊 這邊修改就可以了 那傳檔也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傳照片 我們就先點選媒體 第一次選擇的時候 它會問你可不可以讓它取用照片 我們就選擇 允許取用所有照片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 看我要點照片還是影片 假設我隨便選個照片好 然後接下來我點確認 點完確認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要送到哪一台裝置 因為我們要準備要送到PC嘛 我們這個PC叫 Secret Blackberry 我給它點下去 這個時候 電腦端這邊就會跳出說 iPhone想要傳給你5個文件 那你就可以選擇要不要接收 我選擇接收 看到 它傳檔就是這麼的快 一下子就傳完了 那傳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到設定 可以直接看一些收端那邊 去開啟這些檔案 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設定裡面 我們也可以設定 下載下來的檔案放在哪邊 像我現在是設定在download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 我們電腦端的資料夾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 傳過來的照片有沒有 照片影片這邊都有 非常的快 幾乎完全不用等 如果說我現在我想要把 電腦上面的照片 傳到iPhone也可以 而且它有兩種傳法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做設定 現在我iPhone端這邊 我點完成 那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iPhone叫 這個名字還是很難記 那個如果想改 按設定這邊就可以改 我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你改完名字之後呢 記得這邊有一個 重新啟動按下去 這樣子 那之後呢 你的手機這邊就會變成iPhone 大家看一下 我電腦端這裡 有我自己用手機拍的照片 幾張照片 跟一個MP3 那我全部都把它傳到iPhone上 我們一樣是選擇local send 然後我們點選發送 那接下來我們就選擇文件 它有分文件跟文本 文本就是譬如說 你在任何網頁 還是任何文件上 複製一段文字 那你把它貼到文本上 傳到任何裝置去 它會另外變成一個TST檔給你 那我們以文件來做範例好 然後剛剛我們那個照片 我們剛剛是放在download 然後我們就選這樣 再加一個PDF檔 然後開啟 接著呢 我們電腦端這邊 我們現在準備把檔案 由電腦端傳到iPhone去 那今天我們先點發送 我們現在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改的名字 現在這個已經改成我們KOC PC 那我們就準備傳送給它 我們就點它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電腦端這邊 也是問你要不要接收 這台電腦傳給你的檔案 你就點接收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傳過來 好 現在我們傳完了檔案 接下來我們回到那個 那個檔案裡面去看 進來這邊之後呢 我看到一個Local Center項目 點進來 這邊就我們剛剛傳的一個PDF檔 我可以打開來 然後直接看裡面的文件內容 有沒有 它的內容是跟我們電腦傳過 還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們也可以傳一個MP3 也許我們會想說 我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電腦的MP3 全部傳到iPhone去播呢 當然是不行 你要這麼播的話 你要去下載第三方的 MP3的播放程式 然後去開啟Local Center裡面的MP3 你沒辦法直接在iTunes 還是iPhone內建的音樂播放軟體去 播放是不行的 ok 這樣子就已經傳過來 那剛剛不是我們還有傳照片 那照片在哪邊呢 因為我們有設定照片 直接傳到相簿裡面去 所以剛剛我們傳的照片在這裡 有沒有 像Enjoy手機拍的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超簡單 那試完iPhone之後 接下來我們測試Enjoy Enjoy一樣很簡單 也是一樣我們這裡 是找Local Center 然後 下載安裝 那在這邊呢 我一樣可以傳出答案 譬如說 我現在傳照片 去給iPhone 以前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嘛 可能只能用Mail的 現在也超簡單 我們現在只要這樣子 先選擇媒體 假設我要傳這幾張 自動機的照片 傳個四張 確認 那我準備要傳給iPhone 這個網頁裡面沒有看到iPhone怎麼按 我們就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 KOCPC的iPhone都出來 那我們這邊就按接收就好 如果你覺得每次接收都要問很麻煩 你可以開啟自動接收功能 就這樣子按 我這樣子試試 馬上就把Enjoy手機的 打開傳到iPhone去 相反的話 我們也可以直接用這種方式 把iPhone的照片傳到Enjoy 就這麼簡單 那文件檔也是一樣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剛剛 這樣傳 那一樣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 檔案直接傳到電腦斷去 那剛剛阿達不是有提到說 如果你不想要每次都問來問去很麻煩的話 那記得在這裡 這邊可以選擇說 快速保存 現在是關嘛 所以他都每次都會問 如果你是要注重安全性格 你怕人家沒事情都很傳檔改念 這個功能我建議 你是把他關起來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之後你再用 那你就把它打開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很方便把檔案去傳給我們的電腦段 現在我試給大家看 那現在我一樣是按傳送 那上面這邊呢 是我之前剛剛傳過的檔案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子再點電腦端 我們這樣子短電 它有傳給電腦 或者說你可以把這裡編輯 把這裡全部刪除之後再重新選檔案 假設說以這個來講 像我們一樣 我可以把文書檔 直接直接傳給電腦 傳過來 我已經把快速保存已經打開了 所以他就沒有問要不要接收 我就已經直接可以接收檔案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下載 預設的目錄也是你可以自己去修改的 這就是我剛剛傳了 照片 這樣傳 這很簡單 那我剛剛傳的文件檔 也在這裡 直接開啟 就這麼的方便 比簡單 接下來我們直接來測試一下 Mac端的LocalSense 怎麼用 我們一樣開啟LocalSense的官網 下載App Store 然後你點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開到這邊 然後再點 它就會跳到 我們的 這個 你就直接下載就好 開啟 這邊這個PrettyCarol 就是我們的Mac 如果覺得它名字實在是Quab 沒關係 我們這邊改一下 取完之後 按重新啟動一下 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到我們PC端這一邊 然後來看這個發送 這裡 這個 重新整理一下 現在看到我們的Mac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傳檔過去 像我這邊有幾個照片跟影片 我可以直接這樣點 它就問我要不要接收 接收 完成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Mac這邊看一下 好 點開 在這裡馬上就有了 就這麼簡單 那另外呢 Enjoy手機可不可以傳東西到MacBook上 也可以 現在我們來試看 能不能傳檔案到我們的Mac筆電裡面去 那我就先新增 先選一個 樣子照片 穿這幾個筆電的照片過去 好 然後確認 因為我這個MacBook已經改名字了 重整一下 看 有啦 按下去 它這邊就跳出來 接收 我們又把它衝過去 這樣子就可以很簡單的完成 Enjoy手機去互傳 所以呢 這些所有裝置 都可以透過LocalSend去互傳 當然有幾點是你需要去注意的 第一個 如果你是比較重安全性的人 那自動接收的功能 你可以不要關 因為它就跟L佐尾一樣 你如果打開自動接收 可能就變態啊 什麼奇怪怪的人 就會傳檔案給你 那你就自己看一下 原則上 這個我是覺得 在家裡使用是最好的 那公司做的 只有你自己用也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 你在公司比較公開的網路下 我就比較不會建議 使用這個軟體去互傳 但是在家裡用 它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另外可能有人會說 如果我有兩支手機 我中間沒有區域網路怎麼辦 也很簡單 你知道其中一台 開啟熱點分享 然後讓另外一支手機去連它 連它完之後呢 記得重新整理一下 它就出現另外一台 這樣子一樣可以互傳 這個LocalSend 我是覺得是個非常好用的軟體 如果說你也有 這種無線傳檔的需要的話 從現在開始 全部改用LocalSend就好了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教學的 記得按讚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